最近消息让人闻之色变的H7N9是传出了好消息 在台大治疗23天的台湾首例病例呢 这名在苏州经商的台商已经痊愈了 而且还可以下床活动 而台大医院表示 这名台商的肺部已经测不到H7N9的病毒 但是虽然体内没有病毒了 为了慎重其见还是留在台大休养 在观察一阵子后才会出院 虽然证明H7N9并不是不治之症 而目前疫情也趋缓了 但是还是要小心可能有病毒 变异的可能